所以我們進到這教堂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色彩環繞著我們 那我們知道像書本是用這個文字所寫成的 那拜占庭藝術它是用色彩來講述故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會講到構圖與技法 那對於一個粗淺的人第一次來到教堂 那我們不會介紹構圖與技法 就是只是用一個心情來感受 因為關於藝術這種東西 那都是一個感覺就好像你的喜好 有人喜歡吃甜食有人喜歡吃辣食 對於色彩也是有人喜歡紅色有人喜歡黃色 它是一個感覺並沒有所謂的說好或是不好 那至於拜占庭藝術 那它的色彩是一個祥和的邪度 它並不會有很多突兀的或是反差比例很大的色彩 給你很強的刺激 它是一個溫柔的 那所以甚至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你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這個拜占庭藝術 拜占庭藝術主要的就是表現手法一定少不了線條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用墨來表達的畫在棉紙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線條 那很細膩 那當然你在畫這些線條的時候你心情要非常的平穩 因為線條不管你是畫有幅度的直的 彎曲的圓的線段那它必須要一個是美好的 而不是就是一個因為線條有很多種 線條有這個開放式的封閉式的 但是你所要表達的給人家一種美好的感覺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很穩 所以在你靈命方面就要表達你的生活要就比較嚴謹 那畫起來的話那個線條就會比較美好 那也有給人家一個溫柔的感覺 那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療癒的畫本 那就是在模擬 那這個拜占庭藝術它就是在你心平氣和的時候來繪畫 所以當你看到這些繪畫給人家的感覺也是這樣 那我記得在我學拜占庭繪畫的時候 那我們不建議就是你的靈性不平穩的時候來畫 也就是說如果你與人有紛爭的話 那我們不建議你那天來繪畫 因為繪畫不是單單給你 也是給一個觀畫者一種祥和的感覺 如果你的感覺那天不好 我們是不會建議你來畫畫 因為畫畫不是只是就是自己的書房 而且是送給別人的一個美好的禮物 就好像你們來到這個博物館 看到有很多這個藝術作品 這也是一個美好的禮物在你生命中出現的一天 那我們是每一天都是我們的第一天 我們以謙卑的心情來看來學習 也是我們的最後的一天 我們會好好的珍惜這一天 然後來看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好的 當你心情不平穩的時候 覺得有一些委屈或是生氣 可是如果你是覺得這是你生命中的最後一天 或者你來看這樣子的事情 你就不會對那個事情有那麼絕對的看法 或是那麼極端的看法 所以這就是以墨來表現的色彩 是在靈修方面非常的這個桃眼個性 所以我們再進入這邊 你看那邊 來看